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就带了一支筆来换 但我想换这个 这样行不行 这个吗? 不太够 那怎么算好 不如这样吧 我们再给一个弯仔故事 和我们交换吧 弯仔的故事 你的故事还蛮好 这个就和你交换了 太好了 终于不守 yes 最初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有一个讲价摊的活动 他们不一定要用一些物件 或者是钱的 来换 可以直接来讲故事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猜 无论是讲价摊也好 音乐会也好 其实是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 所以我们不想交换 纯粹就是 这个东西五元 我放下五元便走 其实你会看到 买东西的人 和买东西的人 其实关系是很疏 也不需要有任何交换 但是讲价摊 其实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个东西 其实不会有一个实价 每一样东西都会有 对于我来说 那个东西有我的价值 或者对于你来说 可能又有其他看法 所以譬如在换物的过程 你会看到 街坊会说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这个东西很推行自己的东西 而换东西的人 会说 你觉得你那东西很厉害 我那东西都很矜贵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是一个交换故事的过程 其实大部分街坊 有些人来 其实不是自在换 或者不是自在有些东西 很想拿走 但你看过整天 其实最后是什么都没有换 但是在那里吹水 聊聊天 或者旁边 有些街坊也会带东西来 一起吃一晚 也挺开心的 但不如问一下 你在搞这个活动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但是真的买了很多东西 才会以致 可能令到这个万物会可以成功 因为很多人捐一些东西 有时候所谓需要和欲望 是有距离在那里 可能很多东西 其实那东西是否真的需要 可能你买一件东西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它便宜 可能是你心情好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所以有些街坊拿出来的东西 你会看到 其实他买的那一刻 可能是一种衝动 买了 之后他很想在这里 其实可能也不是想换什么 但有一个地方出路也是好事 你会看到很多来讲故事 或者来换物的人 其实他们一开始是很错愕 就是换物都还可以理解 但是讲故事 或者唱歌 跳舞 其实他们很不习惯 或者他们对于 你可以试试说价 不只是人家开多少 你就要买 其实他们是很不自然 但是可能慢慢来多了几次 他们会习惯 我认为就是那件事 例如阿达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习惯了很多东西 就不需要和人交易 即是都在网上沟通 或者很简单 例如你觉得旁边屋很吵 你是不会拍门跟旁边屋说 你会打电话到楼下 管理署 其实人和人的交易 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很希望制造多些 这些平台 就是有机会 其实大家都在社区生活 其实他们可以有多些机会 互相形式 互相帮手 建立对这个地区的归属感 这个地区的发展 是属于大家都用的 就是由分开去创 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新搬进来的街坊也好 旧的街坊也好 可以由一个平台去沟通 或者去交换自己的生活经历 例如如来到 例如搞这些活动 是希望令到整个社区 有什么改变 我想是那个认同感 我觉得由认识到认同 是一个距离 大家在这个区域住了很多年 我们希望透过他认识富人的街坊 或者他认识这个地方多些 慢慢地建立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 尤其是湾仔 你看到他高度重建 租金很贵 任何人往 和以往 可能在30年前的湾仔区 这里所有街坊都认识的很不同 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新搬进来的街坊也好 可以有一个平台去沟通 或者去交换自己的生活经历 平时我们习惯了用钱去买东西 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去衡量价值 或者可以换到一些自己喜欢 或者想要的东西 不过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来说 他们当中的一些富士和历史 其实都包含了很多学问和知识 在当中 平时我们或者都不会很留意这些东西 甚至乎这些东西都不能用钱去衡量 但是在南屋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用一些二手的物品 换到一些街坊的故事 和和人沟通的机会 其实街坊之间互相关心的这种关系 在香港这个变化这么大的地方来说 其实更显得难能可贵